被告人翟炎民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我认罪毁罪 翟炎民及胡诗根两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 相继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中国多家官方媒体连日来大篇幅报道庭审的相关情况 新华社8月3日发表了题为 推强思想如何蛊惑人心 聚焦胡诗根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庭审辩论的文章 称 在法庭上 公诉人依法据理深刻揭示了胡诗根犯罪行为的思想危害 现实危害和国际危害 翟炎民 刘永廷 沟洪国等人 正是在胡诗根所谓国家转型等系统化颠覆理论的指导下 实施了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 严重破坏国家政权稳定 危害国家安全 《天津日报》则刊登独家报道 描述了法庭现场的情况 着重强调了庭审的公开透明 对于媒体的连篇累读 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8月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一方面正是想抹黑这些律师 为维权者打官司 他们这些人里面不是被利用的 用中共一贯的做法来讲 就是孤立一小撮 然后所谓的团结多数 作用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自我认罪 在指责他人 让人感觉到他们内部也不是都是一样的 他们借此来分化瓦解的异议人士 和人权律师这些团体制造分裂 另一方面 有舆论注意到 香港《东方日报》旗下的东网 独家报道了对已经取保的 维权律师王宇的采访 而在报道中 王宇指证了周世锋并且悔罪 在此之前 香港《南华早报》 专访了李和平律师的助理赵薇 赵薇同样在报道里 指责了李和平律师 同时认罪 香港机械主席陈以兰 8月3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我们知道这个南华小报 青岛日报 还有这个东方日报 他们心情都是找到 一个特别的专访 配合他们应对 当年他们有他们的机友去采访 但是我们很奇怪就是 为什么只有报分的媒体 还有就是问 为什么这个机械没有 从另一个方向去问 参议兰认为 这样的配合不仅损害了 媒体本身的公信力和形象 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 也造成了十分大的影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